早來看環太平洋是美軍第三南北司令 韋德說 是要對救印太地區和平穩定 臺灣今年選項沒有需要參加 但是現場有了百種未適是臺灣來的 是一直對問台海情勢和中共威協的問題 2024環太平洋軍演 新上任的美國第三艦隊司令 約翰韋德 擔任聯合特遣隊指揮官 親自主持記者會 針對今年主題 夥伴整合並做好準備 韋德表示 今年環太平洋軍演要用阿羅哈的精神 落實安全環境保護 專業性的三大目標 軍演區分港口 綜合整合階段 這次有高達29個國家聯合演訓能力 最終目的是為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做出貢獻 環太平洋記者會就在港口岸邊舉行 可以看到記者背後也像是日本跟韓國的軍艦已經停港了 而各國的軍艦也是陸續的集結當中了 也是向外界展示說今年的環太平洋軍演依舊是要展現共同守護印太地區自由和平穩定 此外記者會現場媒體有近半數來自臺灣 爭相發言 關切臺海情勢發展 臺灣身處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 飽受中共威脅 未來是否有機會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針對海巡新竹艦日前現宗夏威夷 臺美會不會在海上來一段不期而遇 以及中共軍機擾台等臺海相關議題 韋德大多是低調異談 至於今年軍演重頭戲 將集成類航艦塔拉瓦號 未接截讀 剑指中共兩棲攻擊艦航艦 最大的影響us戰略格會禁止 要防止中國侵略 請教えて分享解釋 對意識表達 我們會發行一場場地 我們會發行 inspir衝突 與 XUSS塔拉瓦 這是一個機會 是一個大型針對 顯示是建議的機會 有兩票 記者會進行的同時 珍珠港西卡姆聯合基地 已經有多艘美軍伯克級驅逐艦 新加坡巡防艦兼強號 印度導彈護衛艦 日本與韓國船艦等號港 迎接操演到來 位在記者背後的這艘 加拿大巡防艦温哥華號 國人一定不陌生 因為他過去曾穿越台海 針對軍演如何加強 包括台海在內的區域安全 韋德強調環太平洋軍演 沒有針對特定國家 軍演是為了共同利益 做好一切準備 因應可能發生的天然災害 防止侵略行為發生 記者 黃茲杰 彭耀祖 夏威夷報導